一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 这是老将瓦尔德内尔 在这场比赛亮相 对的同样是当今的名将佩尔松 在这一队的男子单打半决赛的争夺之战呢 可以说是应该说是本次大赛的一场关键之战 而且也是一场非常好看的比赛 现在背对着我们的这就是老将瓦尔德内尔 准备发球的这是佩尔松 雷尔德内尔这名选手呢 可以说已经是纵横的拼堂十多年 但是至今仍然是饱刀未脑 他在这个目前一系列的这个公开赛中 仍然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佩尔德内尔他的这个特点呢 就是他的机球是非常的稳健 前三板的技术非常出色 在比赛中这个战术的变化是比较多 和 配尔俊的这个表现 仍然并不是那么出色 但是 我们看在第一局现在两人选手呢是出手都非常快 这一队选手呢都是来自瑞典的选手 而且他们曾经也被瑞典在大赛就是团体赛当中的同时上阵亮相 瓦尔德奈尔呢是前世界冠军 但是现在呢他是除了这个打这个每年的这个职业比赛是坚持参加之外呢 另外对于大赛呢他基本上应该说是每一场必到 从这点可以看出至于选手他的个人的这个体力呢还是一直保持的不错 双方应该说是知己知彼 了如指掌 哎呀 这个球太可惜了 这个球因为佩尔松的回球呢有一些旋转 这个是瓦尔德奈尔没有控制好 因为双方的对彼此的技术特点都是 非常的熟悉所以在场上这种相持球的来回也是比较多的 4-9 5-9 5-9 5-9 第一局开局现在瓦尔德奈尔应该说还是打得比较顺 9-6 瓦尔德奈尔 9-6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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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配尔兄的特点就是他的击球的力量比较重 所以我们看到他出手的时候这个围球的质量都是比较高 刚才也是侧身打斜线 求是命中了 11-8 8-12 person 5分钟 王德烈,刚才这个反手的回球呢,是弧线太高了一些 对,而且这一段是瓦尔德烈,我们看在进攻上一直是抢先这个棋盘比较多 佩尔松呢,在相持球当中是打的是比较主动 这个球太可惜了 这个球 太可惜了 15-11 16-12 刚才是佩尔松出现了一个手腕的失误的动作,结果球压太低 16-12 这个球判断的非常准确,直接的接发球抢攻 16-13 佩尔松是在相持球当中发力比较早 在这个变速,这种节奏的变化当中是先争取到主动 14-16 15-16 这力量非常大 16-16 16-16 17-16 16-16 连续得分 这样在第一局,现在佩尔松反而是超过了瓦尔德内尔 17-18 13-18 17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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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8 20 18 18 18 这个球佩尔松的手感是非常好,我们看到短球是控制的,是非常短不出台。 现在已经是到了佩尔松的这个局胜分,我们看瓦尔德内尔还是要紧紧的咬住。 19-20 20-20 看起来佩尔松的这个回球呢是摩擦的不够,结果是出现了失误。 20-21 21-20 佩尔松又发球之类得分。 20-21 佩尔德内尔刚才是一个突然变速的一个快拉。 21-22 这下佩尔松以23-21,抢先拿下了第一局。 我们看在这场比赛佩尔松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下超出对手,最后是一路领先拿下第一局。 好,稍后请您去收看。 在第一局的比赛。 场上应该说是佩尔松呢还是非常稳定。 我们看现在与佩尔德内尔进入了第二局的较量。 其实在第一局的比赛中可以说双方也是失均立体。 只是在最后关键的时候呢,佩尔松是在接发球的时候处理的比较好一些。 结果是拿下了第一局。 3-1 瓦尔德内尔和佩尔松呢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代的拼弹的这个风格。 而且呢,他们在国际大赛的一直是与这个亚洲这个平坛实力抗衡的主要的这个欧洲主力队员。 另外,瓦尔德内尔能够保持一直自己这个状态非常好。 是体能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佩尔松刚才这个回球是比较凶的。 但可惜是没有打中。 2-5 虽然非常可惜,刚才瓦尔德内尔那个球是挡得非常好。 已经是非常处于非常主动的情况下,结果是反而丢了这一分。 3-6 7-3 这身体整个都压了过去。 但是瓦尔德内尔还反应非常快。 这个球的力道非常重。 7-5 而且佩尔松发现他在相识球大中这种节奏的变化能力是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是 8-6 7-8 比分下来是咬得非常紧 7-8 欧洲选手远台的对抗能力非常强 7-9 远台瓦尔格雷尔是利用残短球的调动佩尔森的步法 7-10 8-10 8-11 这个球处理的非常出色 突然加厉的一个变现 11-9 把侧上悬的进完短球以后呢 直接侧身的这个发球抢攻 男子单打的比赛 现在可以说是速度与技术的考验 速度可以说是非常快 而且我们看目前这个 由于这个水平的是在提高 双方的这个僵尸能力也是相当强 11-10 11-11 这个台内小球的处理呢 佩尔森这个球处理得非常好 我们看在场外是萨蒙索诺夫也是在关着 因为接下来他将对垒谁呢 对他来说都是考验 12-14 12-14 刚才佩尔森又是撤到这个中台 来与这个瓦尔德点抗衡的时候 这个球是回球力量给大了 13-15 刚才这个瓦德雷尔在侧身位的反拉的时候呢 没有能够压住旋转 14-15 14-15 16-14 16-14 17-15 17-15 17-14 长安现在瓦尔德点是慢慢是将比分拉开 控制大局 佩尔森连续在接发球方面是接的不够影响 给瓦尔德雷尔造成很多进攻的机会 有一 adjustment 哎呀 这个球啊 摆好了姿势 准备反派一次重打的时候 结果是 力量大了 T Tea 导致 14 15-20人 16-20 16-20 瓦尔德内尔以21-16拿下了第二局 双方在前两局战成1-1 男子单打的半决赛的比赛 佩尔松对瓦尔德内尔 双方在前两局是战成了1-1 现在是进入第三局的较量 1-0 在前两局的比赛呢应该说是 佩尔松和瓦尔德内尔呢 实力上双方都发挥的是相差不多 只是看 这场比赛谁临场 发挥的更好才能够 赢得这场比赛 我说呢是 在瑞典的这个阵容当中 他们一直是作为主力队员上场 这球佩尔松打的是比较耐心 这球佩尔松打的是比较耐心 3-4 这个回球呢是准备的不够充分 没有能够压住这个球的弧线 4-4 4-5 5-5 哇连续的接发球选攻 我们看这两个回合是佩尔松打得不错 而且这几个球呢判断的都是比较好 出手是非常的快 7-4 7-4 7-5 7-5 我们看瓦尔德尼尔防守非常稳定 刚才这个球是撤到中台呢 这个回球的质量相当好 而这个佩尔松呢在跑动中的这个 节奏有点点出现变化 8-6 华尔德尼尔呢在接发球的时候 想摆个短球的时候 可惜的弧线都比较高 最后这个左右开弓都成了 但是最后这一句 势在必得的球居然是 打出了台 7-8 8-8 8-8 9-8 这个接发球呢 佩尔松还是弧线没有控制好 太高了一些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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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背贝尔松是潜先是判断到了 我们看在这一局,佩尔松是战局主动 对,佩尔松在这一阶段发球强攻打得比较凶 相比之下,佩尔德雷尔这一阶段的无谓失误就显得比较多 又是在相识中一个出篮的发力,效果非常好 我们看欧洲选手在这个击球的时候,这个手腕的力量和灵活性都是非常好 而且可以练用这个左右开弓的来调动对方 虽然看起来这个身体的这个肢体的幅度非常大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在处理小球上呢,这个也是相当灵活 十七比十三 佩尔松领先 十七比十三 这个球,佩尔德雷尔是没有借上力 十七比十三 好像突然,佩尔德雷尔是失去了一些信心 这样佩尔松也是连连捞分 十七比十三 没有打到佩尔德雷尔 没有打到佩尔德雷尔 在刚才第三局的比赛中,佩尔德雷尔呢,主要是在佩尔松发球的时候呢,控制的不够理想 反而是佩尔松是加强了自己的发球旋转以及发球抢攻的质量,将是对佩尔德雷尔构成很大的威胁 一三 一三 佩尔德雷尔想 从第四局现在佩尔松还是非常顺利 五 身高必长 反派打起来力量相当大 佩尔珍他的特点就是他的出手是力道非常重 所以往往一旦让他上手进攻的话 可以说是往往能够给对方造成非常大的威胁 而且两名队员在车到中远台的对峙方面 应该说都是技术非常丰富 现在6比1佩尔松是领先五分 7比1 8比1 1-9 1-10 1-10 佩尔松这几个的回球呢是都是压的比较落点压的比较深 所以瓦德雷尔他反手在加速是弹记的时候出现了许多失误 在这局现在比分的这个幅度拉开的比较大 所以佩尔松呢完全是占据上风 大人球迷也是在为瓦尔德雷尔加油 瓦德雷尔他的这个正手的拉球呢也是有转与不转的这种旋转的变化 所以有的时候呢是在判断不好的情况下佩尔松也是比较容易出现失误 好转身刚才这个斜线打的是相当准确 13-6 17-10 这一球我们看瓦尔泽那样很强 还是压这个佩尔松的正手位 这个球的这个落点的调动还是非常有影响 9-14 10-14 15-10 佩尔松 佩尔松刚才的这个错球呢控制的非常出色 刺到瓦尔德雷尔是在判断方面是出现失误 6-15-11 7-15-11 慢慢的现在我们看佩尔松又稳定住自己连捞几分 7-15-11 7-12 12-18 12-18 12-18 好现在瓦尔德雷尔呢是 状态好像是越来越不太好 连续丢分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决胜分 放高球结果出现失误 这样佩尔松以3比1 淘汰了瓦尔德雷尔 杀尽了男子单打的决赛 7-21 28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